前面OK了嗎 往旁邊站好不好 站開一點好不好 可以站開一點嗎 我請代表我們家人 跟大家說一下 CINDY想要留給大家的話 各位關心及愛護CINDY的朋友 大家好 首先我要代表CINDY向大家說聲抱歉 我是CINDY的哥哥 我的妹妹CINDY做了不好的示範 身為兄長的我沒有盡到完善照顧的責任 非常遺憾 過去幾個月以來 家人持續回伴CINDY到醫院就診 從診所到大醫院 也到自殺房子中心 沒有辦法讓他回心轉意 最後仍然用 讓家人朋友傷心難過的方式 解決情緒的問題 尤其是白髮人送黑髮人的痛苦 我們希望不要再有人經歷 因此決定 讓大家了解CINDY想留給粉絲的話 她情緒起伏最大的原因 就是現在網路流行的污蔑式霸凌 這些匿名攻擊 扭曲事實真相 與前因後果 就算他反駁 也可能會更加被排擠討厭 而令他失望 抹黑造謠的人很可能就是他身邊的朋友 刊登出來之後還反過來安慰他不要在意 讓他非常苦惱 不知道可以相信誰 我們一直勸他放寬心 別去理別去看 很遺憾他走不過這個關卡 他在遺書中提到 希望他的死能告訴大家 言語霸凌值得被重視 雖然他很希望能知道這些匿名攻擊的究竟出自於誰 但家人無意把矛頭指向特定對象 特定網站 只希望所有曾經在相關網站投稿 按讚收看留言的人都能知道 不要以為說幾句話而已 不會怎麼樣 別成為網路言語霸凌的共犯 我們社會已經習慣各式各樣的發言與批評 從表面上看來 這似乎是多元與包容的表現 然而一旦少了尊重和善意來維繫 我們所帶來的可能會是紛擾與傷害 City說 每個人都會為了保護自己而說謊 但請記得 誰也騙不了誰 誰也騙不了自己 我將帶著事實到別的地方去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地獄 網路霸凌讓他深陷憂鬱地獄 只有愛能讓他得苦 禮苦得樂 我必須感謝粉絲們對City的支持 自從事件發生之後 我妹的手機一直傳來大家平安慰的訊息 我們無法解鎖 更捨不得關機 希望能讓我妹能夠感應到 其實愛他的人 遠比抹黑他的人多很多 好吧 你現在知道了嗎 也請大家不要再去追究 誰是霸凌兇手 媒體也保留家人一些隱私空間 讓我們能好好與City道別 我們只希望他的離開 能喚醒更多人抵制 匿名抹黑 我們將在臉書成立 反匿名霸凌的活動 希望募集更多的力量 以City的名義回饋社會 至於如何缺切進行 請容我們思考後再公佈在臉書上 City是個熱心社會的孩子 我們相信 她一定會希望自己 繼續帶給這個社會美麗和溫暖 我們尊重她的遺願 讓City的骨灰 植存在新北市金山環保生命園區 讓她的身體回彙大地 化為春泥 守護我們這塊土地上的自然草木 延續著生生不息的青春生命 City人生最後一段路 原本計劃是安靜的 家人安靜的陪她走完 沒有料想到引起這麼多關注與關心 因此我們決定 在4月25號 禮拜六上午8點 假期結束之後 進行簡單的追思祝福會 一聊許多狠絲 想送City最後一程的心願 也希望能喚起所有陷入困境 想自殺的朋友 請別讓愛你的人和你愛的人難過 請提起愛惜自己和親人的力量 多給自己兩分鐘 消退 因為腦海雄想傷害自己的念頭 用家人朋友的愛去除 種種幽暗絕望的心情 跨過一時的關卡 接下來的人生一定可以走出 充滿希望的道路 最後我再次代表City和家人 謝謝所有支持 以及鼓勵過City的好朋友們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